方景林今儿个巡逻 无业之中啊 就救下了军统局的徐金戈 这方景林呢 你别看和这徐金戈是两条斋线上的 但是 非要常钦佩徐金戈的为人 今儿个遇到这徐金戈遭难 他不能不救 这边枪声一响 远处就响起了警爹之声 方景林插拉一闪身 便躲进了旁边的没事接的胡同里头 搁那转了一圈 返回到了警察局 如今一个日本人 因为中国的警察 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干掉了 这事谁干的 查无实据 被作为悬案 搁这警察局 这就搁起来了 按下他们的事啊 咱们暂且不说 翻回头还得说这文三 这文三您知道 这家伙最不整齐 那天发生的事 也没给他留啥印象 没过几天 把这些事啊 都忘了 就连徐金戈这个人 他也忘了 没说了 没说了 文三啊 这脑袋里头一团的见乎 整天就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车行里的老伙计都说这文三是属耗子的 料抓就忘了 一个月之后碰着陆中庸了 他从这陆中庸的嘴里头这才知道 赶上那天晚上 钻塔糊涂四十一号 出了大事了 两名日本人被杀 而且全养平栽 也受了重伤了 事后啊 日本县兵把这一带都戒了严了 全城大搜捕 抓了一百多名嫌疑犯 据这陆中庸说呀 全养平栽 经过了一番抢救 这才呢把这性命给保住了 那位凶手徐东平 却是神秘的失踪了 巧的是那天晚上 隔着猪尸口 也发生了枪击案件 日军十二连队的两名士兵 以及一名中国警察 重弹身亡 凶手也没抓着 至于说这两件事之间 有没有什么联系 陆中庸啊 也不太清楚 陆中庸叹了口气 哎呀 看起来这姓徐的 真不仗义啊 我陆中庸 我拿他就当朋友 哪知道 他是重庆那边派过来的 啥手 多选 差这么一点 把我就撂进去了 真是知人知面 不知信 多亏日本人对我 还算是比较信任的 要不然 我就是浑身是嘴 我也说不清楚 这声 斜说话 干 我干 谁让你给日本人当走狗了 但表面上呢 还得做出这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陆一啊 您说您别气 我这不也窝着火呢 啊 这徐爷还欠着我车签呢 这下 这将你说 我找谁要去吧 陆中庸一看着文三跟着眼发愁 幸灾乐祸 文三哎 我教你个法子 你去找日本宪兵队要去 去你的吗 我还找日本宪兵队呢 他日本宪兵队大门口 我都不敢过 我要跟他要一提这茶 不得放狼狗把我给吃了 就这么呢 这事儿 这就算这么过去了 一晃要是几个月 说着话 这就到了1945年的10月份 改成这段时间呢 又发生了点变化 也就是 1945年8月15号这天 日本人宣布是无条件投降 抗战结束了 这这拿来说说呢 本来呀 日本人还能仗不良下子 哪知道 这美国大鼻子可不干了 他们不惯毛病 照着日本国 光光 给你来俩大号的麻雷子 把这日本天皇炸的当时就尿裤子 没缓过劲的呢 老毛子过来 又来拉这便宜手 没几天 把这东北的威满洲国也给灭了 这回呀 日本天皇确实看不住了 二话没说 立马认灾 按理说 既然是日本人认灾了 这国民政府 就应该就手 把这日本人给灭了就得了呗 后来呀 估摸着这国民政府 可能一看这天皇 也认倒霉了 这国民政府 这些个大员们 做都一起 没事一合去 杀人不过头点地 咱们中国人 也不能没完没了不是 算了 饶了这帮孙子得了 这事啊 拿来说 跟大家活讲的 但文三觉得呀 你说原先那阵 日本人多横啊 咱惹不起他们 就得忍着吧 现在他们既然认灾了 戴伦都咱们收拾收拾他们了吧 绝不能轻饶这些小鬼子 欺负咱们中国八年 现在你跟没事人似的 你就想走 门儿都没有 就抗战胜利这事儿 就让这文三兴奋了好几天 这文三都不敢相信了 原来那小鬼子啊 转横八户 那多横啊 了不起了呀 说投降 说投降 你说他们也奇怪 一旦投降了 你看着中国人 这比猫还滚呀 见了中国人 不停的给鞠躬 这文三还记得呢 自己当年那阵 路过日本兵的哨卡 中国人如果说不向日本人鞠躬 还有可能就被捅上一刀 如今是风水轮流转 哎 要端回来了 嘿 这感觉啊 真是太好了 这 每一次他上街碰着日本人呢 得故意把车停下 一抱着肩膀 双腿也差 好好的享受享受 感觉感觉着日本人 给中国人鞠躬 啥滋味 为事长这么大 没受人尊中国 头一回呀 这种事儿 时间长了也上演 这要有哪个日本人 和他走个顶头泡 没跟他鞠躬 一低头过去了 文三也会发脾气 不然大怒 先说话了 这小日本子 真的不懂规矩 见着威爷我不鞠躬 烦了你了那孩 这阵啊 文三非得追上去 踹他一脚不可 后来呀 时间一长 文三胆子更大了 脾气跟着演奸长 他哥 他这阳车呀 这脚踏这垫底下 还藏了一根小铁棍 能有那么二次来尝吧 只要哥阶上遇到日本人 二话不说 把这棍子抽出来 劈头盖脸 往下就打 也不管你是日本 调民还是军人 他是非打一顿不可 非得出出自己这口气 摇一回 他哥这猪尸猴子 碰着一名日本兵 这小子 就跟着耗子似的 不敢走大道 怕碰着中国人 贴着枪根 往前走 文三一看日本人 顺手抽出短棍来 撑一个剑步 穿上去 照着这日本兵 后腰 啊 端 就是一棍子 那要哥以往 这日本人一回头 打个压路 这一次刀杆 把这文三给挑了 但现在呀 这这日本兵 连头都没敢回 我这腰 好像狗似的 拼命的逃窜 旁边看热的 这老少爷们一看 这这文三都鼓掌 叫好 嘿 这文三觉得自己呀 今儿这 成大江熊了 也好一番是 阳雄气概 双手把药一插 用这短锅 也指着日本人的后背 小鬼子 下回你可别让文业 我碰住你 碰住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这这有个挑着剃头 挑着的剃头匠 也干过来了 他这一看这文三动手 他手也痒痒 赶紧把挑子上的 这扁子卸起来 准备呀 帮文三一把 等他把这扁子抽出来 日本人早就跑没样了 剃头将搁来就埋怨 看热闹的这些人 干什么呢 这是 见着日本人 哪有不拦着点的 我说咱爷们还没出手呢 这下可倒好 跑了 这不让咱爷们上火吗 这呀 这文三啊 朝这剃头将一抱拳 我说 兄弟 今儿个就不劳您出手了 这小鬼子 他还没三块豆腐高呢 就咱一个打他仨 还有富裕 这名剃头将 不许是一抱拳 老哥 您是条汉子 剃头不 咱今儿个免费 免了免了 后会有期 说着话 这文三啊 把这短棍 放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这日本人宣布投降了 这国民政府 开始接收北平 那阵啊 这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 刚刚形成的燎原之势 但他们呢 还没被承认 算是正规的政府呢 这接收北平的工作 还是国民政府干 一批又一批的接收大员 现后也都出现在了大街上了 你看他们来的那边啊 坐的是美式的吉普车 几天工夫 这些官员的这些个坐车 也都换了 什么别克 奥斯丁 菲亚克 嘿 整个北平就好像是万国的汽车 波兰汇 什么牌子的车都有 看起来 这接收逆产 接收敌产 这工作 肥活 别的不说 没多长时间 这些接收大员自己的腰包 先后也都鼓起来了 这接收大员呢 也非常忙 既然是接收逆产 你得搞明白吧 什么算是逆产 明着的好说 日本人的东西 公开投敌的这些汉奸 这都是逆产 但还有很多的财产 这概念 比较模糊 比如说吧 那既然各这伪政权里头 担任过公职的 说了算的 这算是汉奸 你给日本人干事吗 那么 各这伪政权里 你当过门房的 算不算吗 你看过大门的算不算 做饭的算不算 比如说各这日本人 开的洋行里头 上过班的 这些个中国的员工 算不算汉奸 各这伪政权控制之下的 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的教职工 算不算汉奸 汉奸这概念 模糊不了 一模糊 不一定多少人 跟这遭殃的 名下的财产 也议了主了 那么谁有这评判权呢 这些个接收大员们 他们说谁是汉奸 那谁就是汉奸 他们呢 总有自己的根据 首先第一个 陆中庸 首先就落了马了 你看这小子 平时太张扬了 争着抢着当汉奸去 原来 日本人还没进入 北平那阵呢 他哥在北平 也算是巴拉名人 弄了只破笔 没事捅过捅过这个 没事报道报道那个 到处是什么事 生费 得罪了不少人 后来日本人来了 就怕日本人看不上自己 把这汉奸名额给别人 要用文少爷的话说 就这家伙 就跟吃了蜜蜂屎 差不多少 谁要想劝劝他 想拦他 他个人鸡眼 看起来呀 这家伙 从小吃喝不拉空 占便宜不让人 怎么样 折腾了吧 首先 把他给呆起来了 据说呀 有一天晚上 这国军呢 宪兵队 来了二十多个 我这抓这陆中庸 开了好几辆汽车 其中还有一辆 梦棍车 都是红的 这一跑起来 井边大坐 隔着二里地一外 都能听着 据说这东西叫飞行堡垒 专门逮人的 你要不是要饭 你还没资格坐这车 再回呀 陆东勇算是露了大脸了 这国军陷兵 光一脚把他家大门给踹开 这家伙还没醒过味儿呢 还不到咋回事儿呢 撇着睡袍 迷迷糊糊的个屋里头出来了 刚要和这些县兵们握手 肥手有一位 都王 赵天兄就是一圈 劈头盖脸 啪啪 就是俩大耳的一圈 把这陆中庸打的 平地转了一圈 还没等说话呢 被两名县兵哗哗给撂倒在地上 咔哒咔哒手扣扣上 好像拎小街似的 把他就扔进了飞行堡垒 从这停车到这走人 没到两分钟 陆中庸这就算成了阶下球了 有一位陆中庸的邻居啊 整个过程都看着了 第二天 没飞色舞和大家伙这就讲起来了 嘿 把这大家伙听得这个高兴 大家伙都觉得 绝不能轻饶了陆中庸这个王八蛋 有一回这文三 跟这迷失胡同北口啊 碰到这李大侃了 姓高采烈 就跟李大侃 讲这陆中庸的事 李爷爷 听说这陆中庸的事了吧 李大侃 斜着眼睛看了看他 听说了 姓陆的倒了没了 你小子怎么高兴呢 嘿 我呀 早就说了 当着汉奸 没好果子是 这回怎么样 让我给说着了吧 李爷 我觉得闹不好 就得把这小子给活剐了 他这最大了 要我说 想帮他 便宜他了 政府这回我估摸着 还得请您出山 除了您李爷 现在谁还能有这手艺啊 这李大侃说得了 你就便搁那扯淡了 这姓陆的 顶多他就能吃一颗黑枣 如今这年头 也不是姓什么灵池斩首了 要不然 大爷我还能拉车呀 你说这什么事 到这呀 二不搁一动 吧 人就完了 死的 你推输他呢 要不 要我说呀 这法子不行 官家得有官家的法度 犯什么法 受什么刑 那这为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让你在这 犯事之前 好好的琢磨琢磨 你这案子 犯的是值 还是不值 你要没有人家 康巴爷那身胆气 你就老老实实 各家福豆亚得了 这就叫法度 如今可到好 方管你犯多大事 都是一颗黑枣 你想不死都不行 当年 灵池 正好是反过来的 犯人不求别的 就求宿死 他怕受罪 可大爷呀 我偏就不让你死 让你是死 让你是死不了 活受着 你不这么的能把人给占住 往后翻案子的 还不是越来越多呀 这文婶点来点头 没错 要是没点王法阵仗 那谁还汉珠在掉地下摔巴巴 搁这干这苦力活呀 我都当土匪去了 嘿 这你 哎呀 文婶 文婶 你说话哟 我说你也不怕闪了舌头 就你这胆啊 还敢当土匪 别人我不敢说 你呀 天生拉车的货 连车都拉不好 还跟他当土匪呢 这文婶一听这话是不急不脑 嘿嘿 你呀 您这话算是说对了 我别的真就啥也干不了 我就是拉车的了 不过 李爷您比我也强不到哪去 天生就是轮到的 和彩猪没啥两样 要说不一样啊 那就是你李爷砍的是人头 人家砍的是猪脑的 我听说了 干这行都落个毛病 有事没事的 就爱琢磨人家脖子 从哪下刀 说这话 这文三啊 也没等这李大侃回话呢 拉着车 陌身就跑了 跑出厅老远去 听到这李大侃 哥身后跳着脚 还跟他骂这文三呢 该找这文三和这徐金哥 俩人有缘 往前走不远 真就碰上这徐金哥了 这天呐 文三哥这围市街呢 看着个女人 这女的 贴着枪根 走得挺快 这文三大了一眼 瞅着听见手 仔细去琢磨 啊 一排脑袋 想起来了 嘿 先说话 这小娘们啊 这不当年的日本妓女吗 那回就因为她 文三和这拿来顺 差点没让日本人给毙了 哎哟喂 真是老天有眼啊 又让文业我逮着了 这回和当初可不一样了 当初那阵是你们日本人的铁下 可现在方水轮流断 哎 文业我长行事了 想到这呀 这文三是心滑怒放 来不及多想 冲上前去 把这日本女人 哗嚓 就个憋到这墙脚里头了 啊 这 这女人看着文三 这眼镜里头啊 满是惊恐啊 只见这日本女人 穿了一件 蓝布对接的忠实褂子 脸上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 显得呀 脏乎乎的 你要不仔细点看啊 还真就看不出来 她是个日本人 文三乐了 哎呦 哈哈哈哈 大姐 您这脸上 涂的这什么呢 这豆面吧 啊 这家 你可够机灵的啊 把自己打扮得 跟个驴打滚似的 你以为成了驴打滚 文爷我就不认识你了 仔细瞅瞅 还认得文爷我吗 说着话呀 找这日本女人脸上 捏了一把 这日本女人赶紧摇了摇头 哎呦 看起来你们日本人 记性都不好吧 文爷我今儿个 还真就得让你长成记性 说着话 拽住这女人的衣服领子 实际往下一扯 撒 衣服领子 被扯了一道口子 这日本女人的胸脯啊 整个这就露出来了 这北平的老百姓就靠看热闹 一瞅这会儿有热闹看 大家伙都围过来了 一看文三 搁这调戏日本女人 大家伙都乐了 但那日本女人呐 呜呜地哭声了 这文三一看他哭啊 非常得意啊 嘿 我说你装什么孙子啊你啊 你干的不就这活儿吗 挣的是卖炕的钱 咱们这 各位爷我面前还装上良家夫女了 我这爸拉你冲整个的 文爷一动你是又哭又闹 还动不了你了呢 这文三这这儿啊 他还没琢磨好呢 自己应该怎么收拾收拾这日本女人 但是有一脸文三知道 那就是先把他这蓝布挂子 我先扯下来再说 刚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这日本女人呐 一屁股坐到地上 嚎啕大哭 这文三说咱们的 你给我起来 你以为你哭 你哭就能行啊 文爷我今儿这儿 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说这话 哈下腰圈 还要动手 这一阵啊 旁边那些跟着起哄的 下样子的 这些个人 都不说话了 而且这表情 也都严肃起来了 嘿 怎么回事呢 文三还没等抬起头来 好好看看呢 就觉得有人跟他屁股上 咚 踹了这么一脚 冷不妨这么一下子 把这文三踹了 登登登登 向前抢了好几步 哭就 来了个狗吃屎 当时啊 这紫屎 也都磕破了 哎 谁 回过头来一看呢 当时把他吓得是脸色 啥白 文三啊 这个胆子够大的 挑戏了一位日本女人 没想到 不知道被谁跟后边 给他踹了一脚 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回过头来一看呢 可把他给吓坏了 直接眼前 站着两名国军的现兵 头上带着钢柜 手扶着腰里的枪槽 面沉似水 正跟他盯着文三呢 文三大惑不解呀 赶紧从地上干起来了 老总 您 您这是 一名宪兵把这文三的 剥领子耗住了 啊 乒乓乒乓 反复又抽了四根光 好小子啊 胆子不小啊你 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敢调戏妇女 走 跟我到宪兵队去一趟 老总 你 那是误会 误会 这文三觉得呀 自己这边啊 应该跟人家宪兵们解释解释 自己根本就没调戏妇女 这是给国家办事呢 老总 您看清了 这 这是个日本女人 小日本不是投降了吗 咱们中国不打赢了吗 你说他糟蹋咱们多少中国娘们 现在也轮到咱们中国人报仇了不是 话还没说完呢 啪 又挨了一记耳光 哎 老总 一名宪兵一咬牙 王笨蛋 还敢狡辩 谁告诉那日本女人可以调戏 政府有政府的法令 轮得上你来说三道四吗 说着话把这手铐掏出来了 你小子搁这巨众闹事 扰乱社会治安 老子我现在我就逮捕你 快点把手给我伸过来 文三终于明白了 感情自己收拾日本人 也犯法 今儿个这事儿这就麻烦了 开始啊 这文三觉得自己还有理可讲 还想跟人家辩解几句 这阵儿啊 俩腿又哆嗦开了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自己搁什么地方了 就瞅眼前这两名国军宪兵 也有点模糊 他当年就从这日本宪兵牵口之下 把这命给捡回来的 先就被下尿裤子了 你说如今 好不容易把自己政府给派回来了 本来应该中国人抖起来了吧 啊 可这咋回事啊这是 你说咱们自己的宪兵 怎么也抓人打人呢 老总 不 不是老总 您是我大爷 您是我亲大爷 您就饶了我得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两位大爷 我就一个抽拉车的 您就别跟我一般见识 您就拿我当个屁 把我给放了吧 大爷 我的亲大爷 您高抬贵手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老婆孩子 一大家子人可都靠我一个人吃饭呢 说到这呀 这文三是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呼噜的满脸都是 这宪兵啊 就叫不耐烦了 行了 别跟这废话了 赶紧把手给我扇出来 要不然 我们可对您不客气了 当说到这 就听见后头啊 有人说话 文三 要搁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哪来的八十老母 哪来的老婆孩子 说起瞎话来 怎么连眼睛都不眨吗 哎 文三一听这声音咋 这么熟悉呢 赶紧一抹泪水 眨眨眨眨眨他这小红眼睛 哎 立刻他来了精神了 只见圈外头啊 停了一辆美式的吉普车 吉普车之中有一个人 身穿着美式的军装 配戴着忠孝的奸章 谁呀 徐京哥 这两名县兵赶紧过来 巴 朝这徐京哥立正进了个里 徐京哥说啊 这怎么回事啊 报告证换 这个拉车的调戏妇女 扰乱治安 我们准备把它交给附近的警署 啊 徐京哥听到这 也是吃惊不小啊 就他 他敢调戏妇女 不会吧 这人我认得 就他这胆 比那耗子胆 也大不了多少 长官 事实确实如此 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这人啊 这文山这脸上 这文山这脸上 好像还露出了一丝挺傲慢的一种身态啊 好像没把这两名县兵放到眼里头 朝这徐京哥点了点头 徐爷啊 这两位兄弟可能有点误会 我文山什么人呐 您知道啊 咱们好歹也参加过康治不是 说句不好听的 我文山康治那阵 这两位兄弟 还不知道哥哪呢 徐京哥一乐 行了行了 你呀少说两句吧 那这么多废话呢 转回身来 对这两名县兵说 这个人就交给我了 由我来处理 你们忙去吧 是 这两名县兵一点头 朝着徐京哥进了个礼 他们走了 文山一看两名县兵走了 把这看热闹的也都轰跑了 去去去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该干嘛干嘛得了 吃饱了撑的咋们的 徐京哥从这吉普车里头下来 一拍文山肩膀 我说文山啊 怎么呢 你小子可长了蛤蟆身了 就你这耗子胆 怎么 你也学会搁这大街上 调戏妇女了 这文山朝这两名县兵 吹了口唾沫 嘿 徐爷 要我说呀 就他们这俩小子 我看 纯粹是汉奸 徐爷您给评评理 他们小日本子欺负咱们了八年 怎么呢 我见着日本女人 我莫良瓦 就算调戏妇女了 要我说 这叫一报还一报 清了 刚才你怎么不敢说呢 人走了 你来了能来了 告诉你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投降了 咱们国民政府要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 就应该把这日本侨民 翻批的钱送回国 这期间还要保证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要是大家都报私仇 那不乱了套了吗 您懂吗 哎哎哎 好 徐爷 您这话我记住了 哎 粉丝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了似的 徐爷 您 您什么时候回的北平啊 自从上次 我送您去这砖塔胡同 我就没见过您 您还 还欠着我半个月车钱呢 徐金哥这才想起车钱的事来 非常抱歉 哎呦 真对不起 我把这事啊 我就忘了 这么的吧 你给我留个地址 改天呢 我找你去 我会加倍偿还 文三啊 我还真就得好好谢谢你 那天真要不是你去报信去 我呀 也活不到今儿着 我这还欠着你挺大的人情呢 是啊 这文三听到这呀 把他经历子张得挺大 都有点拼不上了 说实话 这文三今年四十四 王贤叔叔 这辈子 没干过啥大事 没露过脸 要说自己 竟然成了徐金哥的救命恩人了 这无论如何 那也得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就为这事啊 文三还自豪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文三自己觉得呀 既然自己把徐爷给救了 徐爷是哪的呢 是政府的 那自己把徐爷救了 也算是政府的人了吧 徐爷参加过抗日 自己是不是也跟着抗日了 文三越想越对 觉得自己呀 也是抗日英雄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文三就一直以这抗日英雄而自愈 至于说别人是不是这么想的 文三才不管那个呢 哎 徐爷啊 我这 哎 说这话呀 文三是吞吞吐吐 好像是 真作的这词句呢 一时之间还不知道怎么说的好 文三 有话你就说吧 徐爷啊 那既然我把您给救了 我是不是也算参加过抗日啊 当然算了 你不但参加过抗日活动 还在一次敌后行动之中 救过我的命 我呢 要是这么和上司汇报的 哎 文三一拍大腿 徐爷啊 这不就结了吗 您每月开多少响签呢 徐晶哥一愣啊 啊 想签 你问这干什么呢 这文三兴奋的 满脸涂红 徐爷啊 您都说了 我这也参加过抗日活动 那我呢 也算政府的人了 是不是呢 我要是政府的人 也应该开份想签嘛 对不对呀 这徐晶哥听到这样 哭不得笑不得啊 感情你说了半天 你琢磨这个呢 我说文婶啊 你怎么牢记这钱呢 你这是为国家 为民族出力 不是挣钱的事 你懂吗 徐爷啊 您呢 也帮帮我 国家哥呢 咱不知道 他认得我 我不认得他 我就知道 您是政府的人 您总不能给政府白看吧 我就不信了 您把脑袋也都裤腰带上 为政府玩命 到时候 政府巴 来这么一句 为国家 为民族 就把您给打发了 这不可能 徐爷爷 我看这事 还得麻烦您 跟咱们政府念叨念叨 我那份想钱 还没给呢 这徐金哥呀 今儿个心情不错 抗战胜利了嘛 你懒得和这文婶哥 这胡搅蛮缠 干脆一挥手 啊 行行行行 不就钱嘛 好说 要是政府不给 我徐金哥给 我还有事 你先忙着 改日 我给你送过去 徐金哥这一次来 主要想见一见 自己的老对手 全氧拼斋 上一次啊 徐金哥和这全氧拼斋 俩人拼的是鱼死网克 一颗子弹 从这徐金哥 前行搭进去的 穿透了 搭到这全氧拼斋的身体里头 全氧拼斋的伤 也不轻 后来隔着日本 协和医院 住了几个月的院 这条命 这才算是保重 今儿个日本人 已经战败了 徐金哥 绝对要拜访 拜访这位全氧先生 俩人 隔着砖塔胡同 41号的门前 俩人进了面了 徐金哥 朝着全氧拼斋 一伸手 全氧先生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嗯 全氧拼斋点了点头 不过 徐先生 你是第一次的见我 因为那天 我得从你背后的偷袭 你没有看清我的脸 而我 已经是第三次 见到徐先生你了 两个人迈步进了客厅 全氧拼斋 把手一摆 徐先生 您请坐 徐金哥 没坐 仔细地打亮着全氧拼斋的脸 好像跟他研究什么似的 全氧拼斋也是一点都没退让 啪 目光扬上来了 四道目光碰到一起 就跟四把利剑差不多 恨不能都把对方给挡化了 插眼之间 客厅里头 两个人的目光 就进行了几个回合的交锋 说这话 那几个月前 两人就搁这屋里头 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搏斗 差点没通过于尽了 都是身负重伤 要不是这战争结束了 两个人的决斗 恐怕还得继续演下去 徐金哥搁在客厅里走了几步 突然一转身 全氧先生 您好功夫啊 全氧平摘一声苦笑 徐先生 你得过奖了 中国有句古话 叫败君之将 不言用 不不不 全氧先生 您不必谦虚 说实话 能够无声无息的 来到我背后 令我毫不知觉的情况之下 就中了招 这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全氧先生 确实是此中的高手 徐某 我也是自退不如 全氧平摘说 徐先生 请恕我这样 一个四万万人口的 洋洋大国 如果 能够多绝心 徐先生这样的 血勇之人 那么 我们恐怕 早就输掉 真正战争了 哈哈 不过 你们确实是真输了 不 我们 日本国 并没有 白根共国 如果 不是美国的参战 再打八年 我们 也不会输 当然 现在 争论这些 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我想知道的是 贵国的情报部门 准备要 如何的 处置我呢 嗯 全氧先生 爽快 爽快 徐某 我今儿个 就是为这个来的 我也帮个 您兜圈子 我今儿个 先开个价 您呢 考虑考虑 如果说 您要能交代 您 以及您的情报网 在中国境内的 全部活动 也包括 贵国 黑龙会的 内部情况 作为交换的话 你便可以 作为日本 敲民 被遣返回国 我国政府 保证对你是 既往不咎 这个条件 不知道 全氧先生 您可满意吗 哈哈 听到这 全氧平战 也乐 徐先生 对不起 我得 无法满足 你的要求 首先 我的身份 本来就是 日本的聪明 而不是政府 第二 你们的 没有政治 证明 我是个 受用 雇佣 日本的 情报人员 要搞清楚 这一点 并不困难 现在 盟军已在 日本当路 我国的 情报部门的 党案 对盟军而言 已不再是 秘密 因此 我在 冲刑一遍 我的身份 是日本的少民 按照 国际法的原则 我理应 由 贵国的丈夫 千万回国 哦 那么 改问 全氧先生 贵国的 黑龙会 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 组织呢 对不起 我弟 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个称呼 徐金哥要知道 全氧平摘这种人 绝不容易对付 况且了 黑龙会 这个组织 在名义上 也不归着 日本政府管 哥 这日本国 人家是独立的 很难抓住 人家把人 所以啊 徐金哥也决定 也不愿意 跟他纠缠了 讲下去 也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 索性啊 把话调明了 全氧先生 您说的 这些可 都有道理 但是 有一个小问题 不知道 您想过 没想过 贵国目前 在我们中国的 侨民 那是成千上万 具体数字 恐怕连贵国政府 你们都搞不明白 如果说有几个 日本侨民 在这潜伞之前 无声无息的 就消失了 换句话 就蒸发了 您说说 国际社会 会不会关注 这么点的事啊 徐先生 我得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说 如果你们的 得不到你们 要想得到的东西 就会 让我 全氧 平战 永远的消失 不错 这种可能性 那也存在 我的军统局的手段 你也不是 没有 灵教过 全氧 先生 我也希望 你能够 三思 而后行 嗯 徐先生 我懂你的话的意思 不过 我要告诉你的事 难道 我弟 就 没有死过的吗 你我 还有人 曾经 共享过 一颗 7.62毫米的子弹 这颗子弹 先打穿了你的身体 然后 又 钻进了 我的身体 并且 留在了里面 一个 艺术高潮的外科医生 给我取出了子弹 他告诉我 在你前头的那个人 伤势会比列重 因为 他低下了 但头的一半的重量 他受的是 关通伤 我以前 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 我弟 低估了 中国人的血型 其实 道理的很简单 任何的一个民族 都会有 勇士的出现 偏偏地看待 一个民族的勇气 是 愚蠢的 嗯 我说这个 扯远了 说的 现在 既然 你可以 毫不犹豫地 对准自己的胸盘 还行 那么 我弟 是 不会怕死的 哦 要照这么说 全阳先生 您 那是拒绝合作了 当然 如果 如果 你的能 给我一把 五十刀 我就 担机不尽 大和民族 选择死亡的时候 会喜欢 用刀来 解决你 很遗憾 你们的先兵 搜查的 很彻底 这一把 五十刀 都没有给我留下 好 全阳先生 既然 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咱们今儿段就谈到这 将来 如果 我有事要 我会 给你 送一把 刀来 告辞了 说着话 站起身 起身 就走 全阳平斩 朝着他 深深的 绝一攻 和这全阳平斩 什么也没谈出来 翻回头啊 咱们再说出 整个北平 到目前为止啊 这北平 就算是 暂时的 光复了 国军 开进了北平之后 北平市的警察局 又开始了 歇一轮的 甄别活动 这一次 甄别活动啊 主要呢 这是从重庆 来的这些个 接收大员主持人 在他们的主持之下 召开的 甄别的对象 主要是 日委时期那些个 为虎作传的啊 参与过迫害同胞的 这些个警务人员 现在呀 方景林身为警务巡长 当然 他也不例外 被审查了两个月 最后呢 甄别委员会 得出了最后的结论 说警官方景林 在日委统治时期 表现一般 警察明 无明显危害 国家利益的举动 也没有参与过 杀害 迫害 本国民众的罪行 经过 甄别委员会的决定 从即日起 恢复寻长之职务 方景林没办法 还是继续在警察局 这里头 卧底 国民党接收了北平 对着北平的警察呀 要经过了 新一轮的甄别 主持甄别工作的张处长啊 跟这抗战时期 他就是 重庆市警察局的 一位副局长 这回呀 那更早上了 也在接收大员的身份 进入到北平市的警察局 就这人呢 平时是鞠躬自傲啊 那他眼里头 这这北平 你这沦陷去 十个人都得带个伪证 当警察的 那是伪警察 当过兵的 算是伪军 跟学校里念书的 那是伪学生 方景林虽然说 被恢复职务了 也被这张处长啊 训练几句 这张处长说 方寻找 对于你的审查 虽然结束了 但是 你也不是 一点问题没有 都说你是一个 客进职守的警官 我看问题就出到这 因为你这客进职守 乃是为了日伪政权服务 这就说明 你在这个国家 和这民族问题上的观点 你很糊涂啊 你也要声彻塞行 方景林啊 这活腾腾的 三起三落呀 要压下去了 好 感谢长官的教诲 景林 我会谨记在心 每日塞行 张处长觉得 你说这些 雷县区的这些人啊 狗活严蠢 也生活了八年 你就算没啥罪行吧 至少 民族的气节 你是不是丧失了 你和汉奸 也就是一步之遥 有一位被审查的警察 跟他犯牢骚 看着吧 咱这政府啊 打不过敌人 他们跑了 把我们这些人 都扔到这了 我们哥这受了八年罪 好不容易把自己的政府 给派回来了 得 要成个伪了 你说这 到哪说理去 这位警察呀 胆子挺大 性情耿直 张处长 那您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哎 他这么一问呢 张处长倒显得是大义脸难 怎么办 你们就应该拿起武器 和这鬼子战斗 舍生取义 致死不当王国奴 话这么一说呀 大伙都没吃了 你说既然 雷剑区的老百姓 都活过八年了 那肯定 都活烟喘 夹着尾巴 当着王国奴 当着怕死鬼了呗 谁呢 也帮你狡辩了 要按张处长的意思 日本人 打进北平 北平的老少爷们 你就应该 抄起菜刀 抡起赶面杖 跟这日本鬼子拼了 你这才有这民族气节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真要这样 二十九军 你干嘛还得撤走呢 你干嘛不跟这北平老少爷们 一起搁着 跟日本人玩命啊 你把人要都打光了 你政府你还回来干嘛呀 反正北平是一座空城了 你接收大员 你到这来 你还接收啥呀 想是这么想 这话呀 没人敢说 这方景林从这张处长的办公室里头出来 搁这走廊里头 常常出了一口闷气 心说话 看着没啊 这回呀 北平要热闹了 日本人这么一投降 各种矛盾 这回也尖锐起来了 别的不说吧 首先 国共两党 这就有矛盾 这里头就有危机 将来这么要发展下去 早晚还得打仗 避免不了 另外北平地区 这内部矛盾呢 看起来也非常尖锐 好像谁都是一肚子的牢骚 老百姓一瞅啊 这些接收大员们 没几天 屋子登车 什么车子 房子 票子 滑了个滚瓜渡圆 生活上腐败到了几点 所以老百姓没事也琢磨 是不是这些人抗战期间也这么花天酒地 动不动就摆出来老子抗战八年 连着燕京 清华 这些大学的教授 学生们也跟着闹起来了 他们日委时期 什么执教 上学 现在呀 也成了伪教授 伪学生了 这口气都站不下去 本来就是 你说你政府不能 你打不过人家 你们都跑了 把老百姓扔都这了 现在反过来 倒打一耙 你说 你这是什么吗 你这政府还讲不讲点道理了 这阵 方景林望着窗外 眼望着北平 心中默默的响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的未来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走啊 正这么个功夫 巡警队办公室里有人喊他 方军长 您电话 哎 方景林赶紧过去 抄袭话筒来 喂 哪位 精灵 是我 对面啊 是一位姑娘的声音 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柔和 你 谁呀 分别了七年的猎人 罗孟云 方景林日夜想他呀 没想到 今儿个 这罗孟云能给自己打电话呢 在七年之中 也不知道这罗孟云干啥去了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整个就是烟训皆无 没想到忽然之间打过电话了 哎呦 把这方景林激动的 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孟云 你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嗯 我还好 我们老地方见 说着 夸 电话挂断了 方景林呢 也不知道干点啥了 赶紧 把手里的工作 简单的安排安排 心急活了的 离开了 金属 很快来到了中山公园的设计坛 俩人原来就搁这间面 他刚到这 只见这罗孟云 远远的从这大门里头 就朝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 分别了七年了 罗孟云这模样 好像一点都没改变 显得是年轻漂亮 穿着一件蓝布的旗袍 显得是挺挺欲力 方景林就有些犹豫了 他想 应不应该冲过去 就好像久别的恋人一般 我把他抱到怀里头 这七年之中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他 他还是当年的罗孟云吗 一边想着 两个人的距离 一步一步的 这就拉近了 三米 两米 到了一米这块 两人都站住了 四目相对 眼含着热泪 老半天都没说话 两个人停顿了 能有两分钟 互相就这么看着 最后还是罗孟云 先说话了 精灵 我想问你一句话 孟云 你说吧 你 你还是以前的你吗 你回答我 孟云 你放心吧 我没变 你呢 一听这话 罗孟云的脸色 渐渐的也变得柔和起来了 便轻轻的读出了一段诗 原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共同研究过 普希金的诗 说爱情的喷泉 永生的喷泉 我为你送两朵玫瑰 我爱你 连绵不断的续语 还有那富裕 诗意的眼泪 刚读到这 方景林的眼泪流下来了 罗孟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孟云 这些你还都记着呢 景林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我回来了 说着话 往前一扑 一对恋人 分别了七年 终于拥抱到了一体 孟云 这 这不是做梦吧 七年了 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生活在地狱之中 我见不到你 我真的 真的好痛苦 罗孟云依偎在了方景林的怀里 悄悄的把眼睛闭上 景林 别说话 让我们享受一会儿 两个人互相依偎着 坐到了河边的长椅之上 要比起七年前 罗孟云这话少得多了 就算回答方景林提的问题 也只不过呢 简单的说上一两句 孟云 这些年 你都在哪呀 我先到了沿岸 后来 我又去到重庆 哦 你哥重庆干什么呢 我当记者 哥大公报 这罗孟云呢 说话非常简单 似乎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方景林轻轻的 把罗孟云的脸捧过来 孟云 你的性格 好像变了 以前你 你可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姑娘 为什么现在变得是沉默寡言了 没什么 我过得挺好 我也成熟多了 你跟我说 这么几年 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你经历的都是些什么 现在你都告诉我 你快说呀 哎 罗孟云叹了口气 好像是若有所思 当初的时候 我们都想为了祖国 贡献自己的青春 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还记得当年分别时候你说的话 你说 诗的意境和战争氛围 简直是南辕北辙 到了那边 你要谨慎 小布尔乔亚情调 那要受到批判的 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我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要格外注意 金林 四二年 延安整风 我一次一次的 便想起你的话了 当时 我日子过得真的很难过 我以这国民党特务的身份 被关到社会部的摇动之中 哦 怎么 他们 他们 怎么随便就欢迎别人是特务 那后来呢 后来就调查清了 又恢复了名誉 四三年 我便被派到重庆工作 现在 搁大公报 现在大公报要在北平 建立记者站 我跟接收大员们的飞机回到了北平 罗孟云几句话 把自己这么些年的经历 简单的介绍了一遍 那 你现在和你组织上的关系 接上了吗 接是接上了 不过还是单线联络 很遗憾 和你那条线一点都没关系 所以 咱们俩见面的机会 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今天到这来见面 完全都是我们个人的行为 已经严重的违法了纪律 可是 我必须得见到你 要不然 我都快疯了 那 将来我们自己 安排联络方式 嗯 罗孟云点了点头 即使违反纪律 我们也要见面 俩人谈谈说说 不知不觉的 便讲到了解放区那边的形势 一提这话 罗孟云是神采飞扬 景林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如今 河北 河南 山东 江苏 到处都是我们的解放区 我们的军队 如今已经发展了一百多万人了 还有将近二百万的民兵 蒋介石 他再也别想消灭我们了 前些日子 我利用记者的身份 我还走了不少的解放区呢 一切都是非常的兴盛 令人是大感欣慰呀 哦 那你给我说说解放区的事 我这么多年 简直就跟被锁到地窖里头差不多 爱无天日 对于解放区的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 好 你坐下 我慢慢跟你讲 紧接着 两个人便聊起了解放区的一些个事情 两个人一直待到挺晚 夜幕降临了 这才依依不舍的封开 方警林回到了警察局 翻回头啊 咱们再说说这文山 这文山啊 在这儿啊 这点子他才是上来了 怎么的呢 呱唧天上掉一个馅饼来 砸到他身上了 文山摇身一变 变成有产者了 有啥了 摇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 这事太突然了 文山做梦 他也没想到 自己活了四十多岁 这么些年 竟倒霉了 竟走背日了 没想到 忽然能摊上这么一件大好事 这车怎么来的 徐晶哥送他的 哥这虎方桥呢 西服兴的洋车行里头买的 买的最贵的 最好的 一百九十五块现的洋 就这车呀 文山原来那这儿啊 连梦都没敢做过 离自己现实差的太远了 那天早上啊 这文山揣着钱 到这车行了 到那一问 一百九十五 文山说 你这车太贵了吧 原来才一百五十多块 咱们忽然之间涨了这么多呀 这西服兴的赵掌柜的说 现在呀 别的有谱 唯独这物价 没谱 今儿个还一百九十五呢 您嫌贵不是 哎 得嘞 您呐 把钱先收着 您先回去睡上一届 明儿个 您一早上醒过来 哎 保不齐 二百一十五了 买不买 您自己合计着 要是说 您觉得这钱多了 烧包 我建议您呐 您先回去 睡上一届去 然后 过两天 您再过来 哪知道啊 文三今儿啊 听妙啊 我当多少呢 不就一百九十五吗 行 连二百都没到呢 便宜 赵老板 这车 文言我买了 当时啊 买了一辆车 要说这西服星这车呀 确实挺好 车厢上 都是黑色的油漆 散着亮光 正辆的电镀的瓦圈 这车条都闪着阴光 铜喇叭 另外车厢的两边脚铃 也都是英国货 要说能做这种车的人 应该都是些有身份的吧 要这么说 要能拉这种车的车夫 那也得说是车夫之中的精英人 这哥以前 那文三 没说吗 是连想他都不该想 先说话 这徐金哥的徐爷哟 真是我这重生父母 再造的爹娘哟 我以后 我得怎么感谢人家呢 这徐金哥办事 真不含糊 原来他就承诺过 要报答文三 当然了 文三也想啊 这徐金哥能够在金钱上 报答自己 但这徐金哥当时没兑现 文三把这事啊 也早就忘了 文三觉得 别人跟你承诺啥 扯淡 最好你要能当场兑现 这就算对了 这就算对完了 你说过后如何如何 你纯粹就是想赖账 或者找借口 你等吧 好年马月 蒙谁呢 我呀 不吃这套 原来那只孙二爷和这文三 就老玩这个 文三人 你小子办事 办的可挺漂亮啊 改天我伤那几个 话是说出来了 这呀 也就当伤完了 你别当真 人家孙二爷说完这话 没过五分钟 忘了 你真找是要是 一反手 说不定给你俩嘴巴 所以文三对于当时 虚金哥对他这承诺 也没往心里头去 他看的就是眼前的事 以后他都不想 后来呢 把这事他就忘了 说这话那天早上啊 文三还没出车呢 虚金哥自己找到这来了 他原来就到这同合车行 自己来过 到这监视过这全养平在 今儿个 轻车俗路 自己开着吉普车 来到了同合车行 他的虚金哥啊 小伙长得也帅 杀爽英姿 再穿上军装 再开着吉普车 孙二爷哪见过这个呀 当时吓了一票 以为自己什么案子犯了呢 最近这孙二爷自己也犯嘀咕 你说自己和这全养平呆 没事俩人就搁一块斗吹吹 这事他算不算是汉奸 这要是算呢 这事可要坏啊 也瞅这位军爷来了 估摸着可能是来抓自己的 战战兢兢 他这就扬过来了 哪知道徐金哥连搭理都没搭理他 这院之间喊闻声 闻声 闻声 闻声还没起床呢 迷迷糊糊答应了一声 徐金哥直接退门进了屋了 四二爷屁颠屁颠的跟在后头 笑脸相陪 老总 您瞅瞅 这是又脏又破的 请您到客厅里头坐 徐金哥就厌不这种人 要皱眉 好了 没你事儿了 你先出去吧 哎哎 好 您聊着 闻声 还不快给我起来 老总要找你问话 没规矩的东西 你们聊 你们聊 一会儿到客厅客察 说着话 四二爷点头哈摇 他退出去了 闻声是手忙脚乱 赶紧穿衣服 徐爷 您要包我车 徐金哥说 闻声 谁坐你这破车 我自己摇车 闻声 我想问问你 买一辆洋车 得多少钱 闻声一脑脑的 要说好点的 一百八九 次点的呢 也得一百出头 好 那咱就买好的 啊 闻声没听明白 徐爷 您买洋车 干嘛呀 闻声啊 要说 你除了会拉车 你还能干啥吧 徐爷爷 您呢 您算说对了 我呀 别的什么我都不会 车不就得了吗 我看你小子 你也干不了别的 你要能把车拉好 你也就不错了 我呢 给你买一辆洋车 以后啊 你也就不用再交这份子钱了 好好过日子吧 说着话 徐金哥看着闻三 他的眼睛里头露出了一丝的温情 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 跟着闻三 这破车夫面前 他有这种感觉了 啊 闻三一听这话 差点没噎到呢 没背过去 徐爷 您这不是拿我打擦的吗 您这呀 啊 平白无辜 您送我一辆车 您那 您还饶了我吧 真是的 就您那差事 我干不了 我一见着鞋 我就眼韵 我腿就只哆嗦 哈哈 你呀 闻事儿 闻事儿啊 我说你怎么竟拿人家好心当驴肝肺呢 我让你干别的了吗 你以为我跟着跟你谈你摇音 就你这个耗子胆 咱要和你一起共事 我还不放心 徐爷 您不是开玩笑 您真要送我一辆车 废话 我一大早上的 我找你车弹呢 钱我都准备好了 说着话 徐丁哥啪 把这一摞钞票 拍到桌子上了 哎呦 这下把这闻三感动的 白敢焦急是 踢了一纵横 腿也软扑通一声 跪下了 喝起头来真跟捣蒜一般呢 徐爷 徐爷爷 我闻事儿这辈子 我忘不了您的大安大德 我这我这我这一辈子做牛做马 我这棒棒棒 给这徐金哥磕头 徐金哥一皱眉 断 上去给他拦一脚 没事 给我起来 我第一次看着你哥这永定门撑门呢 差点没让日本人一次刀给你挑了 我到时候给你解了没了 你瞅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啊 鼻涕一把眼泪一把 跪着那磕头跟捣蒜似的 闻事儿啊 我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要是男人 以后你就给我站着讲话 徐金哥送了闻三一辆洋车 把这闻三赶一辆 跪到地下 邦邦邦邦 一个劲给他磕头 这徐金哥就看不惯他这一点 动不动就跪倒给人磕头 也是恨铁不成杠了 不由的是勃然胆 闻三 你给我起来 你要是男人 就得像男人一样活着 听着没 哎哎 我听着了 听着了 听着你个屁 还磕头 你磕头有眼呢 给我站起来 闻三赶紧爬起来了 战战兢兢看着徐金哥 他也闹不明白 就眼前的徐爷 究竟是怎么的了 喜怒无常 在这闻三意识之中 你说人家 给你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一百多块 你给人家磕头 那是理所当然的 要是天天有人给他送东西 他愿意天天磕头 你说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 徐金哥叹了口气 哎呀 算了 闻三啊 我要知道 你这脑袋里头啊 像一团叫唬 我说啥你也不懂 我也不和你说这些了 我只想告诉你啊 你曾经两次救过我的命 尽管你是无业似的 但我还得感谢你 我希望你能收下这辆车 接后攒点钱 也娶个媳妇 好好过日子吧 徐爷啊 您是我安忍 我记住了 去买车去吧 以后要有事 到这荣县胡同五号 你去找我去 说着话 徐金哥一转身 离开了铜河车行 陆中庸这案子呀 也算是有结果了 陆中庸被判成了汉奸罪 死刑 听说这陆中庸 本来不应该死 在这八年期间 你说多少中国人当汉奸 再要说枪毙他们 这兵工厂就得连夜 加班加点 生产子弹 你就琢磨吧 光这尾部队好几百万 你再加上给这日本人 以及尾政权服务的这些人 你说得枪毙多少吧 陆中庸这罪行呢 主要是助纣为虐 以高密的方式 协助日本占领当局 屠杀迫害自己的同胞 由于他的原因 五名中国人惨遭杀害 就凭这一点 也够逼他回来了 本来这文三以为 这陆中庸能公开枪毙 到时候啊 北平老少爷们 都到这罚厂 开开眼界 看看这枪子 是怎么把这陆中庸 这天灵带 卡一下子 先掉罢了 这种热闹 一般人可看不着啊 门山还琢磨呢 枪毙陆中庸那天 应该是人山人海呀 陆中庸肯定得被撞到 木栅的车里头 五花大朗 脖子上呢 插块木牌子 看热闹的人群 纷纷的朝他 吹唾沫 让砖头 这陆中庸啊 跟个死狗一般 使劲低着头 这裤装里肯定啊 也早就死了 就这阵势 文也我都怕 他不怕才怪呢 非得尿了裤子不可 文三也想好了 只要这陆中庸这秋车 搁自己面前一过 就用这短棍 我就敲着他的脑袋 我还得问问他 我说 小子 您还认不认得你文爷呀 想是这么想 不过事情啊 有点让这文三失望 咱们呢 陆中庸在这北平的第一监狱 直接就被宠决了 死后 报纸这才把这消息登出来 使这文三啊 非常骚兴 如今这文三 和其他的几位车夫呢 可大大的不一样啊 他要车了 也不用跟他交车份的钱了 挣多挣少 那是自己的 所以二爷说 文三啊 你小子 可涨了出息了 摇了自己的车了 这回你也该搬出去吧 这文三啊 跟这四二爷商量 说自己搬出去啊 也得呢 花钱租房子 不如呢 还住到车行的大通铺 四二爷倒无所谓了 你既然出去也是租房子 你莫不如搁我这住的 我少算你点 就这么 一个月 他给这孙二爷交一块钱 愿意住多久 那就住上多久 纯三一想 觉得也值 这也就点头通链了 住到车行啊 好处那是不寂寞 每天晚上 车夫们回来之后 大家呀 坐到一起 山南海北 真挺热闹 这些车夫啊 大部分都是没家没业的 晚上时间干啥呢 就是聊天 大伙坐到一起 跟着砍大山 原来纯三不愿意和他们聊 现在呀 这纯三对着聊天还挺热衷 咱们的呢 他就发现自打自己买了这新车之后 大个车行的这些车夫面前 嘿 非常有违信 大家对他也是非常的恭敬 很多人也开始管他叫文爷了 当爷这感觉啊 真就不错呀 文商也闹不明白 究竟是自己成了有产者了 还是自己本来就有着缘啊 反正啊 他就感觉到 大家伙对自己呀 开始尊重起来了 这哥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事 比如说吧 两车夫正跟他抬杠呢 嘿 开始是激烈的争论 后来呀 俩人又开始骂起来了 骂得不可开交 这文三啊 过来了 慢门悠悠 显得还挺有派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吃饱了撑的咱们走 吵什么吵啊 不成就出去 找个没人的地方单条 谁要把谁给拾走了 那是本事 喂呀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个恋嘴的 说来有怪 哎 他这一说话 双方谁都不吭声了 大家似乎啊 都觉得这文三有微信了 就连那拿来事 也老实多了 原来拿来事和这文三 就是不对付 俩人没事 也是明正暗斗 说起话来 也老帮到 这阵啊 好像这拿来事 有意无意的 老想和这文三 泡点进乎 言语之间 也是非常恭敬 两年前 他把老婆孩子 都送到老家去 自己 也搬到这车行的 大通铺里头 要这么天晚上啊 文三尿急 懒得穿衣服 到院子里 猫房去撒去 把这拿来事 脸盆子给拽过来了 拿他脸盆 当尿盆 撒把尿了之后 倒到铺上 又睡过去了 正巧啊 那这拿来事也骑啊 迷迷糊糊下了床 狂肠一脚 把这脸盆就给踢翻了 这尿啊 扑着他一脚 拿来事当时就翻了 刚骂了一句 王达标一指 罗娜 别说了 喂 也尿的 再看这拿来事啊 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皮 当时就尿了 骂了半截花 卡到嗓着眼着 也骂不出来了 第二天呢 这拿来事倒买了个夜壶 送给文三呢 喂呀 你以后就用这个 天凉了 齐也荣幸着凉 这文三连眼皮都没抬 天说话 个大处叉子啊 这会儿你指都厉害了 你早干嘛去了 你别忙 文爷我先扫着你 等我腾出功夫来 我再收拾你 拿来事一看这文三不给面子 心里头也觉得挺别扭 拿来事这脾气 那也挺暴躁啊 但这孙二爷他不敢 耽搁这车行里头 那也竟说上句了 轻衣不肯服软 平时根本就没把文三放到眼里头 不过他觉得文三最近叨起来了 有人竟然能送他一辆新车 这对于拿来事来说呀 挺危险啊 你说一辆二百块钱的新车 什么人能出手这么大方啊 恐怕这个主有权有势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那杀人也不过就凑点秘 你们三有后台 咱是惹不起 可 肯定也不能欺人太深啊 你别没事往我那脸盘里头撒尿我 我这也忍了 主动买个夜壶我送给你 你爱大不理的 就跟我签了你的似的 得 惹不起呀 我躲得起 哎怎么着 怎么着吧 说着话 拿来事啊 把这夜壶扔到窗底下呢 文姨啊 这夜壶我放到窗底下了 您要乐意用 您就用着 不乐意用 您也别拿我脸盘撒尿 算我求您了 那来事 怎么着 文姨我还就有个小毛病 我就爱用脸盘撒尿 你说怎么办吧 好好 文姨 您是一样啊 您就用这脸盘撒尿 我好凑合 实在不行 我用眼呼吸脸 这行了吧 只要您高兴 怎么着都成 嘿 这文姨看了拿来说一眼 把脑子一忙 又睡了个灰龙间 谢谢他这个美 啊 如今这北平城啊 光复之后 经过这么几天的倾度 欢乐 缓缓的又恢复了平静 要说有什么变化呀 那就是比这日本人占领时期热闹不少 这不管怎么样 他不吃这混合面了 接上这小汽车也多了 这杂货铺里的商品也多了 很多以前就没见过的东西 连让这北平人感到是眼花缭乱 比如什么 可口可乐 原子笔 以及啊 这铁桶包装的奶粉 鸡蛋粉 还有麦片 咖啡 美国的军装 地毯 这些东西啊 北平市场 也有的是 以前这北平的老百姓 你别说贱呢 听都没听说过 他们车行里的招二啥呀 前两天呢 被人包了几天车 这主人呢 是一位从美国刚刚留学回来的 张小姐 人坐惯了小汽车了 说到北平之后 要换换口味 做一座北平的 这传统的交通工具 人力的洋车 赵二啥呀 有幸就被他给选中了 就伺候了这张小姐几天 你别看四不天 这赵二啥可开了眼了 头一天晚上 去的是六锅饭店 去这赵二啥说呀 张小姐那天去参加舞会去了 嘿 这小丫头啊 周身上下 好像是戳了一件黑裙子 又是这倒没啥 不过问题出到这上身上 这赵二啥觉得这张小姐 上身好像什么都没穿 要按北平的话来说 光着板接了 啊 就这位小姐 他居然好意思光着膀子 跑到六锅翻店去 你说这不有病吗 你还闹不要脸了 这伙计们一听啊 谁都不相信 都说这赵二啥 可能是把梦里的事当成真地了 只有这文三啊 感兴趣 哎 二啥 那你也说张小姐光着膀着 看出啥没 没有 好像 让这裙子给遮着呢 哎 不对呀 他不是 什么都没穿吗 怎么 又遮上了 什么东西遮住了 这一问呐 招二啥 问的也有点发猛 嗯 好像 好像这张小姐那裙子上 有个肚兜 对 是有个肚兜 上头用根带子 还掉到脖上了 要说 算肚兜 其实 就是半个 反正 我就没见过 再说了 这天也黑了 也瞧不清 你说 我个人前头拉扯 张小姐 搁后头坐着 我这不能没事 老回头 瞅人家 啊 闹不好 我光 我再撞到电线杆子上 完了吗 那不吗 这件事还没弄明白 他怎么也没想出来 世界上他 他怎么还有 这种衣服呢 要是女人都穿这衣服啊 这才爷们可合适了 什么风景 那不都看着了吗 那你后来呢 后来 这不到了六国饭店了 张小姐这就进去了 你瞅啊 哎呦 可了不得啊 这广场之上 这小卧车 有的是 从这汽车里 除了的这些个娘们 打了点 我算是开了眼了 这么跟你说吧 能进六国饭店的 这些女的 各个都跟这仙女似的 朗不定一瞅 好像什么都没穿 可你仔细猜一看啊 想看的地方 你还看不着 哎 都遮住了 你说这接人不接人 我跟那租租等了仨钟头 张小姐夸着个男人 这才出来 我刚要迎上去 人家 连搭着都没搭着我 俩人上了辆小汽车 屁股一冒眼 啊 人走了 怎么啦 走了 可不是嘛 把我就亮到那了 有一会儿 一个穿着制服跟班的 来了 就问我 说 你是招二傻的 张小姐说今晚不用车了 你自己回去吧 对了 张小姐还让我送给你一瓶 可口可乐 我当时接过瓶子来就问了 我说兄弟 我跟您打几个事 您知道张小姐穿的 那什么衣服吗 那跟班的跟我说了 你连这个你都没见过呀 那就晚礼服 得 我总算弄明白了 这是专门晚上穿的衣服 可能就跟这评书里头说那侠客的夜行衣 差不多少吧 白的要穿这个 恐怕 那得 那是有病 晚上穿 那才叫个派 我一看这可口可乐 这颜色有点像这酸梅汤 没喝过这个 当时可疑了 拿过来一喝 我这一喝呀 我就喷出来了 什么味啊 跟个药汤子似的 你说这说甜不甜 说苦不苦 还有股怪味 那赶上洋人就爱喝这个 咱没尝过耗子药啥味 我估摸着 这可口可乐 跟这耗子药也差不多少 我现在 我还恶心呢 王德彪说 哎哎哎 各位 大家还都别说啊 自打的光复以来 这怪玩意 你心奇东西 咱就出来不少 哎 你谁见过 不用墨水的钢笔 我就见过 大华公司的大少爷 李伟国 和我们街坊 他们家二小子是同学 他送二小子一支笔 不用沾墨水 上来就洗啊 说那叫 叫什么啊 叫原子笔 美国货 哥几个 你们都没听说过吧 还有鞋的呢 让美国人能把鸡蛋 和牛奶 晾成肝 磨成粉 叫鸡蛋粉 牛奶粉 漆的时候 兑点开水 哎 一大碗 就跟咱们中国漆茶似的 你说这怪还是不怪吧 一听这话呀 拿来说 从这被窝子里头 也钻出来了 披在他那 破秋衣 我说 你们这可就不懂了吧 啊 你别说什么鸡蛋粉 牛奶粉 还有这羊面 美肚油 骆驼牌的烟卷 美国的军装 军用地毯 臭了鸡烟辣 把中国锅都顶了 如今这国货呀 卖不动 人家那东西 好 又便宜 又好看 谁还买咱们中国货呀 哥几个 你们谁知道这些东西都哪来的 这叫租借法案的剩余物资 啊 王德彪就问呢 啥 啥案 你说轻点 不知道搁几个耳朵背吗 嗨 这哪来事啊 抽了抽烟 啊 你们不懂了吧 我呀 给你们开个窍 我这么和你说吧 咱不是和小鬼子打仗吗 这美国人一开始啊 不想跟这彩虎 就想过来拉那便宜一手 日本人哪 二杆子 逮谁跟谁翻脸 你美国 你不向着中国吗 得嘞 连你一块揍 哎 这下可倒好 歪你了 美国人不管这个 谁跟他叫完 就把他给灭了 美国人说了 全世界的国家都算上 是朋友 给东西 你们要啥呢 只要严喻一声 美国有的是 还给你送上门去 轮船不够 用飞机 鸡蛋粉 小意思 那才能值几个钱啊 人家飞机大炮 坦克 白给 就这么的 日本人顶不住了 越打越穷 听说连日本天皇 都喝上棒子面粥了 老百姓呢 就甭了皮了 没辙了 只好 认赛 你说这美国人 这劲头刚骨头起来 这么多东西 本来是为打仗预备的 谁知道 日本人这么不禁打 没怎么着 趴下了 这美国人一想 你说越回去 这也不值得 算了 就地见卖吧 瞅瞅没 什么都有 满街都是 人家不在乎赚钱 哎呀 没关 真够富的 这招玩意啥呀 哥一旁一边听着 一边拔他这嘴 哦 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老妈 没看出来 行 你这懂得 还真不少 哎呀 谁教你的 哪来说说 你们也不看看最近谁包我的车 燕京大学的罗云轩教授 人家那大学问家 别的甭说 就这租借法案这四个证 我记了两天 我才记住 我嘴里头念叨着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 刚走到门口 得 又忘了 只好回过头来 我再问去 好不容易头几天记住了 第二天呢 又忘了 人家罗教授啊 可是好脾气 也不烦 就是跟他跟我讲 说来说啊 我怀疑你这脑子里头 好像长什么东西了 你这记性的这么差呢 我当时说了 我说罗先生 确实 我这脑子里头除了浆糊 我没别的 自打上次 这文三跟他来说打完架 吃了亏之后 这文三这心里头 一直窝着火呢 终想找个机会 报复报复他 这文三啊 他不是说不能吃亏 问题是得吃谁亏 比如说吧 挨着彪也得打 挨着四二也得走 文三觉得理所应当 人标也 那是四九成 好歹也算人负 冲他这名声 我文三认为自己爱打 不丢脸 四二呀 他是同河车行的老板 他打人呢 也行 不过 你说你个拿来事 你算个什么东西呀 你不也个臭拉车的吗 你敢跟文爷我动手 反了你了呢 对这种人 你要不好好管教管教 不让他知道知道 马王爷究竟截着眼 哎 免得他以后啊 再跟文爷我犯戈 想到这呀 文三哼了一声 要是这样说 倒也行 就怕一脑袋大分 一听文三说话了 这伙计们谁都不言语了 这哪来事 做起来刚要说去啥 赵二傻 跟这被窝里头踹了他一脚 当时也不吭上了 王德彪啊 也想活跃活跃气氛 搁这没话找话 哎 搁几个 咱不说这个了 聊点别的 我先跟大伙说一段 王德彪才讲起了一段 一诗 同河车行的这些车夫 晚上没事 坐那砍大扇 说实话呀 这些人都没啥文化 当然自己也不可能有啥独到的见解 但是呢 这些人呢 却是乐此不疲 每天晚上 他们这就是个乐此 这王德彪说 各位呀 你们谁知道那周一同 哎 有的说知道 不就是日本鲜兵队那周翻一关吗 头两年 你不就搁他家拉包月吗 对 王德彪说 我就搁他们家干了两年 人家周一同 不坐我车 每天上班 日本鲜兵队出车街 出车送 就是他们家的蒋一太 坐我的车 哦 这文婶说话呢 哎 你说那蒋一太 我见过 那次跟那大炸了 瑞福祥门口 你停下车 蒋一太从这车上下来 就进了瑞福祥 是不是他了 对对对 王德彪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他 哎哟 哎呀 这文婶巴的巴的巴的嘴 要说这蒋一太 哎呦 强的 够水量 要我看 他顶多也就二十吧 没想到 周叶同这老牛 还啃上那草了 还真小娘们 哎 他现在干嘛呢 你听我说呀 喂呀 日本人投降 是不是八月中旬吧 我九月底那边 我到这法院寺 我在门口 我碰到蒋一太了 当时那周叶同 刚让政府 拿进大牢里头 那是有名的汉奸 全北平 没有不知道他的 政府不拿他 拿谁呀 蒋一太那天 也到这法院寺 烧香 保佑他男人 平安无事 他一看着我呀 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 说他男人 进去之后啊 还不知道 是死是活呢 家里的东西 也都成了逆产 让人家给抄了 以后的日子呀 也不知道怎么过了 蒋一太平时 对这下人还不错 对我也行 你说人家现在 遭了难了 咱也不能不管 不是 当时啊 我这兜里头 我就两块钱 我就给了蒋一太了 还劝了他两句 当时蒋一太说 老王啊 我求您个事 给我找个主呗 我的男人肯定出不来了 我当时先说话呀 我认识的 不是拉车的 就是扛大哥的 我到哪给您找去呀 我倒想娶他 一是人家不跟我 二咱也养不起 我就说了 我说蒋一太 您爹着急 我给您学吗 有合适的 马上告诉您 哎老王 说话老这么磨叽 你就说吧 就这小娘们 他最后就归谁了吧 别着急 你说就这么好个女人 他能上去吗 您猜怎么着 过了一个月 我哥西四排楼呢 我又碰上蒋一太了 人家又抖起来了 穿了件紫色的旗袍 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 这头发烫的 简直就跟个狮子狗差不多 扭着身子 从这小汽车上下来 跨着一个男人的胳膊 便进了同合局的饭庄 我当时站到同合局的门口 跟他挡座了 我就瞅着男的眼熟 我怎么好像跟他见过 这蒋一太 看了我一愣 愣是装作不认识 你说这些有钱人啊 真够顺子的 这刚一个月 把我那两块钱就给忘了 早知道这样啊 我还不如当初我拿那两块钱 我逛摇子去呢 再还落个树坛呢 我当时悄悄的就问那司机 我说老哥 刚才进去的这位爷谁呀 司机当时一瞪眼 连他都不认识啊 他是军统局北平办事处的主任 马汉山 重庆来的接收大员 我倒是明白了 感情闹了半天 蒋一太也成了逆产 让人家也给接收了 我再一想 你说我就瞅这马汉山 瞅他的 咱这么眼熟呢 我肯定跟他见过 想了老半天 哎哟 我一拍脑门 想起来了 各位 你们大伙猜猜 他是谁 你们都见过 这些伙计们一听 当时也都来了精神了 哦 谁呀 快说 谁呀 就是头几年呐 跟咱们一块拉车的 那老王 啊 大伙一听啊 都傻了眼了 可也是 确实很长一段时间 没见到这老王了 那次啊 文塞拉的徐金哥 跟这韩家谈庆元春 这妓院里头 刺杀警察局的局长 沈万山的时候啊 就搁这庆元春的门口 见过老王 没事还嫌扯了几句 确实 好些天没见到老王了 赶上这老王 还当了大官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当年那老王啊 你说他穿的破破烂烂 走起路来 这腰弯的跟个瞎的差不多 拉了一辆破洋车 就连这文塞都懒得大了他 哪知道 老王竟然是潜伏都北平的一位大人物 您说这事 邪门不邪门吧 拿来份叹了口气 哎呀 人哪 只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受不了的罪 人家老王 算是熬出头来了 搁这小鬼子的眼皮底下 拉了几年洋车 要说没功劳 也有苦劳啊 老王苦哈哈的回到重庆 人家将委员党一瞅 不老人了 得嘞 给你个美餐 你呀 当着接收大员去得了 接收逆产 有福大 要钱有钱 要女人 有女人 这伙计们一听大伙都乐呢 这赵二傻 挠了挠自己的脑瓜皮 最近老听人说什么敌产 什么逆产的 啥是敌产 啥是逆产呢 这你还不懂吗 这王德彪给他解释 敌产呢 鬼子的东西 这叫敌产 汉奸的东西 那就叫逆产呗 这些接收大员来干嘛来了 人家就是来接收这敌产 逆产来了 稍带着把这汉奸的女人 也接收到自个人的手里头来 这拿来事啊 哥一旁给做补充 要说这当接收大员 那得有路子 比方说 江委员长他表哥的二姐夫的侄子 拐多少道玩没关系 只要能抱上人家的大腿 那就能发 人家江委员长一句话 得嘞 到北平 当着接收大员去吧 咱们接收 你们搁几个商量着吧 这就是下了圣职了 这位呀 到北平这一瞅 哼呀 他奶奶 怎么这么多接收大员呢 感情这江委员长要照顾的人 不是我一个呀 这北平这么大 你说低产逆产 他也有数啊 你要多分点 我不就少了吗 怎么办呢 几位爷这么一商量 这个说了 咱们搁几个 来他个分片包园 比如说 荣县胡同 到西四排了这片 归我 哪个说了 西四头条 到这新街口 归我 就这么 这几位爷 把西城分了 你架不住接收大员多呀 这么搁几个 你非西城 我分南城 三下五川 得 北平 让人家包园了 哦 这么一解释啊 这周二傻 好像明白点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不过 哥几个 谁都别嫌我脑袋笨啊 我还有点不明白 你说 这低产好分 是日本人的东西 就叫低产 你可汉奸呢 什么人算汉奸呢 陆中庸 周一同 这就别提了 摆上钉钉 人都逼了 可有的人 就不好分了 比如说 给日本人干过事的 算不算 王德彪点了点头 算吧 当然算了 我搁他们家街坊牛家贵 搁这日本洋行里在事 他这小子 平时见了老街坊 把边一扬 眼睛长到天上去了 就能往上看 好好的中国话 他不说 张嘴叫日语 吃饭不说吃饭 那叫 密西密西 送东西不说送东西 那叫 新叫新叫 整个就一个 石克朗钻马槽 愣装的大料斗 你说这家伙 他算不算汉奸 他要不算 那北平就没汉奸了 给这拿来事说 要我说 就咱同科车行这四二一 不看的就汉奸 就这老家伙 平时靠几个破气势 和日本人拉了车车 车行伙计都看着了 这会你想赖 你也赖不了 拿来事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文三亲友不打一出来 文三坐起身来 邪愣眼睛 看了看拿来事 要我说呀 啥叫汉奸 割鬼子那出卖自己人 我看才汉奸呢 文三一说这话 这拿来事啊 也感觉听着 有点不睡耳 文三 你把话说明白点 说谁呢 哎呀 怎么着 有剪孩子的 也有剪银子的 我还没见过剪妈的呢 我说谁怎么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哎 文三 哪来事啊 也挺来气 坐起身来 鹿哥们玩袖子 我说文三啊 少给我来这套 咱也不是没见过 姚的人一见到鬼子 就尿裤子 隔着拔杖远 就能闻到一股骚味 比我也强不到哪去 装什么好汉 文三就找这茶呢 恨不能今儿个再跟这拿来事干上一让 哎 大肚啥子 你今儿个你可睁开狗眼来瞧瞧 知道文爷我是谁吗 谁 你谁 你不也臭拉扯的 刚说到这个 文三把这巴掌轮圆了 呸 扇了拿来事一个耳光 他不太会扇 人家扇耳光 从左往右扇 这文三啊 从下往上扇 就用这五个手指头 把脸一带 就跟挠人差不多 但是呢 这气势啊 也吃灵力 把这伙计们都吓了一跳 把这拿来事当时就震动了 他就没闹明白 你说这文三本来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哪来这么大胆子呀 这可不像文三的一贯作风 看起来这是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啊 要不然 你就借他撒胆 他也不敢呢 想到这 这拿来事 今儿个愣是没赶自毛 文三朝着大家伙呀 一攻手 这几个 我可对不住了啊 让大家伙受惊了 那来事 不是问我是谁吗 我就告诉他 我是谁 大裤茶子 说出来我吓死你 这都警察局局长 神万山 怎么死的呢 哎 我告诉你 那是文爷我和弟兄们一起干的 日本人全养平呆 挨了一枪怎么回事吗 文爷我干的 以前文爷我有任务在身 我没功夫搭理你 你当文爷我怕你呢 现在是时候了 心脏老脏 咱们一块算算 哼 你看这文三啊 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说着说着又吹上了 不过他这话也出口啊 今儿个 欲惊思作 大家伙当时都被惊呆了 谁都没想到 就这么个平时不起眼的文三 竟然是 那叫什么来的 哎呦 对 竟然是这地下工作者 这可不闹着玩了 要听这文三的口气 不像吹牛 你说谁敢拿这种事吹牛啊 大家马上又联想到文三这新车 就觉得呀 要说文三是地下工作者 挺可信 要不然他一个出拉车的 说买辆新车 他就能买辆新车 那二百块呀 那是啊 当时这拿来事啊 也吓坏了 低声下去 来的文三跟前 文三 不不 文一啊 兄弟我 以前 我遥远不是泰山 我得罪过您 您大人大量 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给您呸不是 这本事啊 今儿个总算出了气 啪啪 给拿来事又来来耳光 大裤衩子 搬谁的吗 称兄论弟的呢 你也呸 我当你大裤衩子的爷爷 我都在面 咱丢不起那人 这阵啊 赵二傻小心翼翼的过来 给这拿来事求情 喂呀 喂呀 小小气 小小气 以前弟兄们 不知道您身份 别嘞 今儿跟您打一打了 骂呀骂了 老那也值得错了 您呐 饶他一会 什么事一看得了 见好就收吧 啊 好好好 行行 今儿个 喂呀 我就给大伙个面子 我先把拿来事的事 我搁起来 行拿的 你给我听好了 今后 你给我把尾巴 给我夹住了 别招喂呀我翻 要不然 我送你进局子 治你个汉奸罪 听明白了呢 哎 明白了 明白了 喂呀 好了 睡觉吧 嘿 这文三哥这头盒车行 他算抖起来了 这回呀 真算是当了爷了 总算把这拿来事 这回给收拾了 嘿 这文三心里头 这个高兴啊 简直比那吃了冰榔顺起完 还得顺利 多少天以来的这口恶气 总算是处理了 文三觉得 自己应该呀 有必要好好的庆贺庆贺了 咱们庆贺呢 对于文三来说呀 他真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第一个 找个小酒馆 要上四两莲花瓣 喝上一桌 然后啊 到这寿昌街那暗昌那地方 找一个女人 跟他睡上一宿 这第二天晚上 文三早早的收了车之后 没回通贺车行 直接就来到了寿昌街 寿昌街呀 那是典型的贫民区 就一条土道 这边呢 是一条臭水垢 居民的脏水 垃圾都往这倒 脏水都往这流 天长日久啊 沧阳 蚊子 这一带呢 是铺天盖地 往这一走啊 臭味铺皮 群的人脑袋都疼 搁这寿昌街这一带 暗昌也是最多的 就搁这臭水沟 这边的平房里头 很多 特别是临街的这些平房 很多地方呢 连这门都不关 门上挂一块布帘 都是一些个老年的妓女 就坐到门口 弄张小本蛋 往这一坐 等着到这来的嫖客 选择了他们 一般来讲啊 这些妓女自己都不说话 不开口说的招来生意 但是 阳光独到 只要有男人搁这一锅 他就能分辨出来 这男人是到这办事来了 还是到这找女人来了 如果发现这个男人呢 是到这找女人来了 哎 他们呢 主动就拿两片破鞋底子 啊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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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这么几下子 客人们一瞅啊 满意了 心灵会神 一溜梁 就吴了 据说有人考证过 这种拍破鞋底子 招揽嫖客的规矩 那得说 从这清朝乾隆年间 这就开始了 因此上呢 北方人有个习惯 把那种不正派的女人 称之为破鞋啊 可能就搁这来的 这种妓女啊 一般都属于非法营养啊 你看那一阵 妓女属于合法经营 定期提点 定期向政府按张纳税 但唯独受长洁 这一代的妓女 是既不提点 也不纳税 向那妓女得妇科病的 得性病的 她老了鼻子了 这也是救中国 性病蔓延的一大源头啊 但管不了 有很多警察 对于这一代 那都睁一眼鼻眼 一个是呢 这一代环境太不好了 警察也懒得来 到这一来 熏得这么迷糊 另外这一代这女人 不好对付 只要她提上裤子 转身不认账了 你抓她也是白抓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不能把这些妓女 统统都关到大牢里头吧 你就算都关进去了 他们都觉得这好了 哥这里头有吃有喝的 总比哥外边卖身子强 所以啊 谁都懒得管他们 让他们是自伤自灭 这文山没事经常到这来 这地方便宜 也不用管什么 档次不档次 文山到这 轻车输入 天黑之后才去了 一般的新手到这来还得挑挑 看看 找那模样好的 这文山知道 到这呀 帮挑 挑也没用 一分钱一分货 你想找好的 你就多花钱上八大胡同 那帮上这来 这文山啊 兴得也急 学了进屋 一聊聊 他进来了 进了屋之后啊 文山啊 挺着急 洗了呼噜 把衣服都脱了 文山觉得 到这来就干这个的 说那些废话没用 衣服脱完了 再瞅后五啊 一聊聊 出来这么一位 文山一干 哎呀 我去妈呀 差点没下个跟头 咱们的呢 他也知道 这地方的纪律 没好样的 但他外外也没想到 能难看到这种程度 他就不是单单难看了 看一眼能把人下个跟头 瞅这女人啊 刀条脸 也就一巴掌来捆吧 能有五十多岁 满脸都是扯子 还镶着两颗大鸡牙 还有点对眼 这俩黑眼人啊 往中间那地方凑合 文山凭感觉他就有点怀疑 是不是这个女人看什么东西 都是爽痒啊 或许他现在就能看出两文山了 这姚姐出来之后 光当把门关上了 对文山一乐 大哥 高兴极大 您进来还没问文家呢 咱们把衣服就妥了 这文山一琢磨 来都已经来了 管他长得好看难看的 将就吧 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 咱们 大爷我倒着来 我是长客了 我还能不知道这样 三毛 怎么样 打住了吧 大哥 您真能说笑话 您说的那是老荒利了 现在 您说什么不涨价呀 您哪 给五毛吧 啊 文山当时就是一鸡了 啥 五毛 就 就您这模样 您还要五毛呢 您有镜子吗 您自己照着 您看看 您值不值五毛 怎么说话呢 大哥 您要想找好的 何必到这地方来呀 哎 我 一句话 把这文山给掖回去了 他连忙啊 准备找衣服 他就想离开这 得嘞 大姐 您哪 君之欲业 您就应该上八大胡同去 这这块 委屈您了 老您家 您把那衣服地给我得了 哪知道 那姚姐呀 哭通去屁股 坐在文山衣服上呢 怎么 你想走 没那么便宜 您给两毛钱 然后再走 要是不然 您把这衣服留下 文山哥的暗场之中 他万没想到 发生了一件意外 你把这衣服留下 都不然 你把这衣服留下 你把这衣服留下 都不然 我发生了一件事